2月1日強暴風雪襲擊尾東 紐約降雪預計到週二將達2英呎 成為紐約市史上最大暴風雪 經過幾天的嚴寒後 美國東北暴週日1月31日晚 迎來了一場風暴 可能在很多地區積雪超過1英呎 形成類似暴風雪的狀況 並在接下來幾天被出行帶來問題 紐約州同時皆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國家氣象局稱週一、紐約、新澤西州 和康州的大雪預計 將以每小時1英寸到3英寸的速度下降 該地區的大部分地區 可能會遇到暴風雪般的狀況 下雪量為1英呎至18英寸 即30至45厘米 在紐約市預計到週二2日 將有2英呎約60厘米厚的積雪 紐約市再次推遲了冠狀病毒疫苗的接種 沿東海岸的數百次航班被取消 據公共服務電力和天然氣公司公布的斷電地圖顯示 長島有264戶斷電 其中以蘇福克運 超過2000戶斷電 影響最大 紐新航港局客運總站週一晚間6.7分公告 週二、2月2日 因為天氣因素可能會減少班次或暫停服務 地方氣象媒體 紐約市天氣發表推文 指紐約市中央公園 在週一下午1點的積雪口度達到13.3吋 約33.8厘米 打破2016年1月22日和23日的降雪紀錄 紐約市環衛局宣布徵召冬季產雪工 緊急除雪工是按天計價 在大雪過後 他們在5個行政區周圍的公交車站 人行橫道 消防山和階梯街道上鏟雪和清除冰塊 鏟雪工的收入為每小時15美元 開始工作40週後 每小時為22.5美元 著設施